张学良曾说我一生敬重的人不多 五妈妈算一个 张学良口中的五妈妈便是张作霖的五夫人张寿意 她是张作霖最宠爱的女人 有谋略有胆识 丈夫遇害时临危不惧 帮张学良争取时间 凭一己之力将东北沦陷推迟三年 张寿意原名王亚军 她是原重患的后人 父亲是晚清著名爱国将领袁寿山 是真正的虎门将女 张寿意从小过着锦衣玉石的生活 是袁寿山的掌上明珠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1900年袁寿山在抵御俄军时不幸殉果 由于张寿意的母亲王松颜是外事 袁寿山去世后母女俩是去靠山 遭到原家众人排挤 只能流离在外 王松颜带着女儿靠唱戏为生 虽然母女生活艰难 但王松颜还是坚持让女儿上学 1916年18岁的张寿意 在奉天崇明女子学校毕业 由于她品学兼优 在毕业庆典上被选为优秀学生代表 上台发言 张作霖作为奉天总督 对教育事业非常重视 参加了毕业典礼 在毕业典礼上 张寿意站在台上落落大方 侃侃而谈 张作霖一眼就看中了张寿意 在台下连声叫好 不久后便带着丰厚的彩礼上门提亲 1918年张作霖为张寿意 在大帅府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 风风光光把她娶进张家 这一年张作霖43岁 张寿意20岁 尽管张寿意是张作霖娶娶的第五房一太太 但她懂事有文化 深得张作霖宠爱 便把管家权交到她手上 张寿意能力强情商高 把帅府打理得紧紧有条 她不仅没有恃宠而交 还和几位一太太相处得十分融洽 虽然二人是老夫少妻 但感情稳定 张作霖极其信任她 很快便成为了丈夫的左膀右臂 由于张作霖文化水平不高 张寿意会帮丈夫梳理发言稿 在出席很多重要场合 张作霖都会把五夫人带在身边 这也让张寿意成为帅府第一夫人 她的聪慧与得体 让帅府上上下下一致幸福 除了张守芳 没人敢对她大声说话 在后来处理黄孤屯事件上 张寿意临微不惧 力挽狂澜 更是展现出 她的高格局和超强的应变能力 1928年6月4日 注定是一个被载入史册的日子 凌晨5时30分 张作霖乘坐的专列 行驶在黄孤屯附近时 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藏的炸药袭击 那一刹那火光冲天 烟雾弥漫 火车被炸得支离破碎 整个城市都在颤抖 当身负重伤的张作霖 被士兵抬回奉天帅府时 已经奄奄一息 就在张作霖即将咽气时 他紧紧握住张寿意的手 使出浑身力气 说出了最后一句话 快叫小六子回来 告诉他一切以国事为重 此时帅府上下荒作一团 众人哭哭啼啼 虽然张寿意很痛苦 但他明白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 因为他深知 日本人之所以一直不敢正面侵略东北 是因为丈夫张作霖在 他们没有胆量 若现在让外界知道丈夫已被炸死 日本人一定会立即发动战争 那必然是一场血雨腥风 所以他一定要撑起这个家 等张学良回到奉天 果然皇姑屯事件第二天 狡猾的日本人就派领事夫人 以拜访之名来率府打探消息 张寿意知道后 吩咐率府所有人绝不能表现出悲伤 而后他换上艳丽华服 画上浓妆和往常一样笑脸相迎 接待客人 在领事夫人的再三视探下 张寿意从容回答 表示丈夫只是受到惊吓 并无大碍 领事夫人从他脸上看不出一丝悲伤 对张寿意的话深信不疑 成功化解了这场危机 因为日本人以为张作霖没死 不敢轻举妄动 直到张学良回到奉天 接管了东北军政大权 稳住了东北局势 才正是对外发布张作霖去世的消息 为父亲大办丧事 这时日本人才反应过来 上了张寿意的当 但也错过最佳行动时机 可以说皇姑屯事件 凭借张寿意一己之力 稳定了东北局面 改写了历史 让东北多了三年太平日子 这也是张学良敬佩五妈妈的重要原因 张作霖去世后张寿意没有改嫁 一直居住在天津 直到解放后才选择去台定居 1966年病逝 享年68岁 1966年病逝